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园 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不是普通的人类 而是来自于天上的神秘种族 他们不光有着黄金堆砌而成的宫殿 和无人能及的艺术 甚至还掌握了现代科学家 做梦也想研发出来的清洁能源 但最终这个极为发达的古代文明 却在一夜之间被一场巨大的洪水席卷吞没 在历史长河之中销声匿迹 如今只有寥寥的古代史记 记载着关于那里的故事 而这个神秘的古文明 就是留给了我们现代人 无数谜题和遐想的亚特兰蒂斯 多年以来 无数的探险队、考察队 都试图寻找这座遗失古城 真实存在的证据 可最后却又都无功而返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为 亚特兰蒂斯仅仅是一个虚幻的传说 然而就在最近 科学家们的一个新发现 却似乎再度印证了 这个突然离奇消失的迷之国度 也许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如果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 它会在哪里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 人们都没有寻找到它 今天解说员不光要为大家分享 有关于亚特兰蒂斯各种神秘 精彩的传说 还要为大家揭晓 亚特兰蒂斯可能真正存在的位置 有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的书中 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缩伦九千年左右 直布罗陀海峡的对面 有一个巨大的岛屿 而内岛的对面 是一块被海洋所包围的神秘王国 那么这个王国究竟神秘在哪 据柏拉图在书中的记载 这个国家的居民 其实都不是正常的人类 而他们的统治者更是传说中的神 据说这位神领 正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赛东 分别让这十个儿子来统治管理 把最高统治权交给了长子阿特拉斯 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国家 这便是亚特兰蒂斯王国名字的由来 那么相信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好奇 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一个高等文明 一个被神所创造的国家 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又会有着怎样的超前技术 那么为了满足小伙伴们的好奇心 解说员也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才收集到了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详细记载 下面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首先在记载中 亚特兰蒂斯的国土面积非常之大 足有450平方公里 并且整个国家呈同心圆状 按照阶级等级 国家一圈一圈的向外扩张 越往外地位越低 平民就居住在环形岛的最外侧 每一个环形岛都有一条护城河隔开 每一条护城河之中都有蜀奏军舰把守 其中首都就建造在岛的最中央 这里也是国王以及大臣们的居住地 据说亚特兰蒂斯的首都 是超乎人们想象的豪华 其中的宫殿 神庙 通通都是用金 银 铜 以及象牙打造的 甚至就连屋顶也是镀金的 奢华程度可以说 就算是现代最豪华 最艺术的建筑都无法与之比拟 并且由于建筑的排列方式 以及其特殊的结构 当这些建筑遇到风声的时候 甚至会产生一种似音乐的悦耳声音 而神奇的是 这种美妙的音乐还会随着温度所变化 简直可以说 王国的整体设计 尽可能地展现了各种艺术的巅峰 相信大家看到了这里 多少也能看出 亚特兰蒂斯人不光只是富有 并且十分地有智慧 但是听了接下来 解说员就要告诉你的神秘的超前科技 你会发现 这些建造豪华的宫殿 不过是他们已有余力空闲时 所建造的玩具罢了 根本不能体现亚特兰蒂斯全部的智慧 无论哪一个文明 其想要发展的更高维度 一定离不开能源 即使是亚特兰蒂斯 可与其他文明不同的是 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 拥有着最强大的能源磁欧石 据传说记载 磁欧石是一种六变体的巨大铸体状的玻璃物质 能够吸收阳光并且转化为能源 大家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太阳能 不过磁欧石对太阳光的转换率 却远超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太阳能 一万两千年前 他们就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的科技 我们很难想象亚特兰蒂斯的智慧 到底有多么可怕 然而 此物时的作用科学不只是转化能源 它有着一大步符合常理的作用 能够让受到重伤的人完全恢复健康 甚至能让人永保青春 烦老还童 打个比方 就好比你玩英雄联盟王者荣耀 站在泉水 人家怎么打你你都不掉血 这是多么离谱的神器 有着如此强大的能源 亚特兰蒂斯人自然是当作国家一级宝物对待 于是人们便把磁欧石 放置在了首都的太阳宫之中 将它集中增强 并且还派出重兵把守到这里 而磁欧石发出的强光 则笼罩了整个国家 保护其中的子民 使他们丰衣族时的生活在这个国度中 但亚特兰蒂斯城也磁欧石 败也磁欧石 在公元前16000年前 以磁欧石为能源的系统 因为受到了某种奇怪力量的影响 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使得地球的地基都遭受到 一直以来 人们之所以没有找到亚特兰蒂斯 可能是因为所有人都找错了地方 亚特兰蒂斯的真实所在地 并非在海底 而是在沙漠之中 可科学家们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说法 这还要提到 美国科学家在撒哈拉沙漠之中 发现了一个诡异之地 撒哈拉之眼 1965年 美国双子号太空船 飞行到非洲上空时 航天员们在离地球几百千米的太空中 突然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撒哈拉大沙漠西南部 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玩意 它像一只睁着圆溜溜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太空 凝视着在场的所有航天员 这是什么东西 沙漠中怎么会出现一只眼睛 与航员们毛骨悚然之下 立即用卫星拍摄下了这个眼睛的照片 上报给了相关部门 此时人们才知道 撒哈拉大沙漠之中 还存在着这么个眼睛 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 撒哈拉之眼 一共分为三层 最中心的一个圆圈像瞳孔 瞳孔的外围 是一个更大一些的圆圈 把中间的圆圈紧紧包围起来 像是圆圆的眼珠 最外围的大圈 当然就是眼睫 更觉得是 这个大圈的外眼 还有着丝丝缕缕的环状物 就像是这只眼睛的睫毛 从此 这只眼睛才有了撒哈拉之眼 这个名号 这是就这么一传十只传百的 最后传进了 一直研究亚特兰蒂斯的科学家们的耳朵里 他们定睛一看 发现着撒哈拉之眼 居然与亚特兰蒂斯有着神似之处 经过了实地的测量之后 科学家们还发现 撒哈拉之眼中间最明显的一圈 直径正好是23.5公里 根据柏拉图在对话录中的记载 亚特兰蒂斯的直径 大约为23.49公里 这难道是巧合吗 此时科学家们决定深入研究 他们翻阅对话录还发现 关于亚特兰蒂斯 有这么一句描述 城北边是金山 南边是海洋 可撒哈拉之眼是沙漠 哪来的海 于是科学家们又找来了 撒哈拉之眼的卫星图 发现了在撒哈拉之眼的下方 也就是南边 真被有着明显的水石痕迹 并且在这周围 还发现了大量海洋生物的残骸 这也就佐证了 其实在很久以前 撒哈拉之眼的南边是一片海 这不正对应了柏拉图的记载吗 同时 他们在走访当地居民时 还获得到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秘密 原来这个国家的第一任国王 也叫做亚特兰蒂斯 这就与我们之前提到的 亚特兰蒂斯传说相吻合了 难道这也是巧合而已吗 种种正位 一直以来 人们都找错了位置 就像柏拉图在书中所写的 亚特兰蒂斯被一场海啸 带到了船只永远都无法到达的地方 也许就是因为这句话 带骗了所有人 误让人们以为 亚特兰蒂斯沉入到了海底 可沙漠南道不也是船只 永远无法到达之处吗 并且这种覆灭文明的洪水 在历史中 还不只是出现过这一次 在各地的史记中 都有着大量蔑视洪水的记载 每一次这种洪水的出现 都会令当时地球上 最强大的那个文明 走向覆灭 听起来是不是十分的诡异 让人倍感不安 美国沙漠里的鬼脚印 只在下雨天出现 晴天就不见踪影 在犹他州的一个神秘沙漠 据传一共出现过88个脚印 而且似乎都来自不同的人 其中有小有大 既有大人的 也有小孩的 得知此事 研究人员来到当地进行考察 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发现 脚印确实是一万多年前留下的 是远古人类的 巧合的是 它们只出现在下雨天 而到天晴的时候就没了踪影 原来在晴天的时候 沙漠总会刮起大风 在气吹拂下 沙子就会将地上的脚印埋住 只有在下雨后 它才会显现出来 这也不难理解 听到这 相信很多人又会有这样的疑问 这些时隔上万年的脚印 为何出现在这里 难道和远古时代的变迁有关 专家们经过仔细观察 以及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 在这座沙漠 确实是有原始人踪迹的 在细心查找后 它们还在附近地区 发现了动物遗骸 以及类似于器皿的工具 经过考证 这些都来自一万年前的人类 也就表明 在美国犹他州的沙漠 确实存在过原始人类 其实除此之外 研究人员还曾在墨西哥州的一个公园中 发现了60多个人类的脚印 经过研究和考证 他们得出结论称 这是两万多年前的人类留下的 那么原始人类为何会去美洲 专家经过研究后发现 他们确实曾经历过大迁徙 在来到美洲之前 是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 据悉古代人对太阳有着特殊的感情 所以为了追逐日落日出 他们就逐渐转移到美洲 后来也到了南美洲 面对众人的质疑 持有上述观点的专家解释称 原始人类是十分害怕黑暗的 他们一直向往能获得光照的地方 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就算是现在的我们 也十分向往有太阳 有火 有光明的地方 因为它象征着希望 会让人在一定程度上 变得积极乐观起来 虽然上述观点有理有据 但仍有部分人觉得 这种解释似乎站不住脚 因为没有相关资料来去证明 其实不光是美国 英国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脚印 在19世纪50年代 一场小雪过后 地面上竟出现了神秘的脚印 附近居民看到后 都大惊失色 更为离奇的是 这个脚印还跨过了河流 屋顶等人类难以经过的地方 而且脚印也挺大 据悉 它还曾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出现过 但至今没人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生物留下的脚印 听到这相信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确实世上总会存在一些 无法用科学理论来解释的事件 而且大部分都涉及到历史 和一些特殊文化 2010年6月 高分辨率地球 观测卫星块鸟号 在埃及沙漠 捕捉到一个巨大的钻石形状的图形 钻石里面是一个直径300英尺的圆 圆的内部是一个十字架 在它的较差点上 是一个较小的物体 从外形看 和地理位置看 它很可能是一个位置的金字塔 在埃及上空飞行的卫星 已经发现了不少于17座未知的金字塔 但有一个不同的意见 否认了它金字塔的身份 猜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遗址 因为它坐落于埃及西部沙漠 距离最近的古埃及定居点 只有几英里 与其他金字塔不同 它被巨大的几何形状所包围 专家观察器机构发现 金字塔的底部只有16英尺宽 位于十字架的中心 看起来像是石头座的 考古学家试图找到这种小型金字塔的解释 努比亚有一些小金字塔 这个古埃及南部的王国 它确实有点像埃及建造了金字塔 但规模要小得多 但是这个物体 虽然和努比亚金字塔的大小和形状一样 但位置不对 努比亚人的领土要更像难一点 而且这个金字塔距离最近的水源 尼卢河也太远了 大型古建筑工程需要许多工人 而工人需要水 对卫星图像的进一步分析 揭示了现场的其他一些奇怪特征 围绕着金字塔和几何形状的是一系列码点 接近码点后发现是锯齿线 看起来像轮胎的痕迹 然而埃及当局拒绝承认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结构 这些种种迹象综合起来 让这里看似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 它可能是个爆炸目标 圆圈可能是从飞机上落下的弹药造成的 这里也许是一个轰炸场 作战飞行员可以在这里练习轰炸和扫射 固定目标 还有一些人认为 它的存在类似美国的51区 51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具有类似金字塔结构的军事设施 是美国绝密的军事设施 不过目前来说 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这神秘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太空中的卫星都在时刻注视着它 相信未来能够得到答案 沙漠中出现怪异螺旋 看起来十分神秘 印象中的沙漠应该是一片干旱荒芜 不仅动物稀少 就连植物都很少见 但实际上 沙漠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 沙漠之息 沙漠中突然出现了很多锥形突起和孔洞 它们组成了一个向外扩张的螺旋 而中间部分看起来像一双神秘的眼睛 看起来十分诡异 很显然这样排列有序的事物 自然形成的概率很小 甚至还有人认为 这是一种超自然现象 实际上这是人为制造的 石油一群艺术家创造的大地艺术品 其名字为沙漠呼吸 艺术家们带领一个施工团队 整整移动了八千立方米的土地 它们将这些土地堆砌成圆锥形状 象征着心灵的无限 而在螺旋中心 它们建造了一个直径为三十米的圆形水池 实际上沙漠呼吸早在1995年就完工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沙漠之息正在一点点被风沙侵蚀 它们最终会再度回归大自然中 平级的沙漠草地上面 突然出现了很多神秘怪圈 这些怪圈直径大小不一 小的怪圈直径只有1.8米 大的怪圈直径可以达到12米 一眼望去 密密麻麻的怪圈看不到头 当地星巴族人感觉 这些怪圈很难用科学来解释 它们坚信这是祖先制作的 是神灵的足迹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 造成精灵怪圈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第一种假设 精灵怪圈出自一种独特的沙漠白蚁之手 堪称自然生态工程的一个典范 第二种原因 精灵怪圈源于植物自组之行为 怪蚁的生物 一名男子在沙漠游玩的时候 发现了一种长相炸裂的生物 这种生物看起来好像一种怪物 向外张开的大嘴令人心生恐惧 更加怪异的是 这种生物还在向外散发着阵阵恶臭 男子赶紧匆匆离去 后来男子查阅资料得知 这其实是一种长相奇特的植物 名字叫做非洲白鹿花 它是一种 生长在非洲南部的大基础植物 非洲白鹿花 一般喜欢寄生在别的植物根部 它们地面以上的花朵 可以达到8至10厘米 非洲白鹿花可以通过向外散发臭味 吸引一些昆虫前来 最后将其困住 慢慢消化掉 沙漠中突然涌来黑压压一大片 看清楚后人们乐坏了 提起沙漠 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干旱荒凉 但是沙漠并不是一片死寂 有时候 一些在沙漠游玩的人 经常有意外发现 如果你在沙漠中旅游 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唯妙唯笑 晶莹剔透的玫瑰花 它们千字百态 色彩多变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件人工雕刻艺术品 实际上 这是沙漠中特有的一种宝贝 名字叫做沙漠玫瑰石 沙漠玫瑰石主要出产于美国 墨西哥 摩洛哥等地带 它们的主要成分是含水硫酸钙 是一种燕尾霜金附方金体结构 大部分沙漠玫瑰石 都是火山岩浆冷却以后 经过风吹日晒形成 或者是石鹰沙经过千万年凝结而成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如果在沙漠中发现了这种宝贝 记得捡起来 几名游客正在尼日利亚一处沙漠 寻找水源 突然间一阵奇怪的声响出现了 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 一大片黑压压的东西向着人们袭来 等到人们看清楚之后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这些黑压压的东西 正是有着黑金支撑的石油 眼前这些石油 如同泉涌一般在流淌 没人知道具体储量有多少 看着眼前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人们不禁欢呼了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沙漠地下会蕴含石油呢 目前 关于石油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假说 第一种是非生物形成假说 这种理论认为地球内部有很多碳 有些碳可以以碳氢化合物形式存在 它们会沿着地面缝隙向上渗透 另外一种理论是生物形成理论 在古生代或者中生代 大量动植物死亡 它们身体的有机物质不断分解 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 最终形成了石油 而且在很久很久之前 大部分沙漠都曾经是肥沃的土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远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